请彭总裁 总裁 我看今天下午人很少 大概也是基于对您的尊重不敢来 因为没有人职讯 所以我只好把这个时间稍微拉长一下 在这里我倒是要真的谢谢 你在我们同时做阁员的时候 照顾很多 而且你很配合陆委会的政策 我到现在还是很配合陆委会的政策 谢谢 我真的要公开的再讲一件事情 让各方也觉得是说 总裁是一个做事是一致的人 我以前常常在内阁的时候 常常私底下问总裁这个利率跟货币的走向 那总裁告诉我很多的理论 最后总会有一句话叫做市场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总裁不论私下讲的跟公开讲都是一致的 那也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同仁部来 大概也大概知道是说 可能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不过我倒是在今天的报告里面 特别看到的这个OBU的部分 那这个OBU的部分 在央床的报告里面是把它放在两岸金融的部分 那我们当初是有一定的程度 开放这个OBU 对台商乘坐一定的业务 也是有一定程度是希望 它能够成为一个资金的调度的中心 那么同时因为在OBU进行它风险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区隔 那我想在这里特别请教这个总裁 就是说在现在我们的OBU的业务里面 那么它的这个业务 跟它乘坐的这个金额大致的情况是什么样 那么首先呢 我要感谢蔡委员 也就是以前的蔡志伟的支持 那么让这个OBU能够对大陆直接做费款 那开放之后呢 那么我的 那个总继是有相当 有一个像报告就是说 OBU里面非银行的存款大幅的增加 非银行的存款 非金融机构的存款 我记忆里面 我记忆里面增加60亿美金 就是说他把钱回来做调度用 那以百分比来看 就是OBU的有这些OBU的这些银行 它主要业务的这个比例 占比例比较大的是哪一些 OBU 银行比较大的应该就是一个 那个ICBC 中现金 还有 我是说他的业务 比如说存放管业务或者其他的业务 你是 我现在没有听清楚 OBU的 我们现在OBU各银行 它的OBU 它乘坐的业务有哪些种 OBU的乘坐有几十种 那这个百分比比较多的是哪一个 占百分比比较大 我请周机长 周机长因为他没有带来 我在事后请你补送给你 对 那我问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 不且不论两岸 那我们这个OBU 当时在成立的时候 大概那时候两岸的部分 不是他的主要的考虑 还是希望他一定程度变成这个地区也好 或者是国际性的这种金融的中心 那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业务 就是他的记账中心的业务 那这个记账中心的业务 到现在为止 究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 记账中心至少 他扮演着两岸的这个金融仲介 是一样 因为你在任务的时候 同意办这个业务 开完这个业务 这个业务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业务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还没有再彻底发挥 我就问过业务 他就怕被查账 因为他假如万一 他说本总长 你不能保证我全会进去 你不查我的税 我说我没办法做这个保证 现在问题更严重了 因为最低税负支 要把OBU纳入最低税负支 那更要查账 不是吗 这个我不变讲 这个不是不变讲 你不讲的问题 我现在其实我主要的问题 就在问这个总裁 就是说 这个OBU纳入最低税负支 对于OBU的将来的成长 跟他的现在的业务 会有到什么样程度的冲击 是不是总裁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现在蔡委員报告 这个最低税负支的条例 已经行政委原委通过 我在这时候去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蔡委员也当过阁员 你知道在这时候 我在这个场合讨论这个问题 并不是很恰当的 对啊 可是总裁 那你说立法院应该去问谁呢 我想应该是 那个主管机构 主管机构是谁啊 我想蔡委员比我清楚 我觉得这个不会 你的主管机构 你讲财政部 它是负责税的 但是对业务的冲击本身来看 还是央行 而且央行要负责说清楚 这是有两个单位 不是行政院开完会就可以 这两个单位就是中央业务跟军管会 对 中央业务是业务主管机关 军管会是行政主管机关 但是这个业务冲击你最清楚嘛 因为数目都在你那里嘛 那不是说行政院开完会以后 就是整个事情就可以按款起来了嘛 对不对 你还是告诉我们 就是对这个业务冲击 有什么样的情况 告诉我们一下 因为会通过的案子 这个评估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最低税负制 它的推行 因为把一定的产业纳入到 这个最低税负制里面 对每个产业都会有影响 那对有些产业是比较少 对有的产业是比较多 那我心理上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最低税负制 或许在我们的制造性的产业来看 它的冲击可能是相对比较小 可是它冲击比较大的 很可能就是在你这个OBU的业务里面 但是你如果不讲出来的话 你将来OBU将来业务流失的时候 那这个责任谁负啊 我想蔡委员知道我的为难 我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为难 那请你讲出来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院会通过的案子 那院会通过的案子 各位一定要支持 我觉得院会通过的案子 并表示说 你就在立法院 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是以立法院 立法委员 不是我们前同事的这个身份 来问你这个问题 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事实上 向蔡委员报告呢 在选择这个法案的时候 我已经把专案的意见 送给这款机关参考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总裁我们还是想知道说 他究竟对OBU有什么样的影响 要不然我们就请专案报告一下好了 是不是主席 我们可不可以安排一个专案报告 就是说这个最低税务罪 对金融业包括OBU的冲击 那请你跟财政部长一起来说明 可以吗 我问金管会 好金管会可以吗 好谢谢 那时候我们再来谈好了 那我再问总裁一个问题 总裁我们现在的外汇存底 大概有多少 这个报告上面有 这个不是你每天记在心里的事情吗 2537亿 对不起 2530几亿嘛 这个数量是很多的啦 听说在很多的国家的政策上面 只要涉及到这个外汇进来的 总裁都表示保留 只要涉及到外汇出去的 总裁都表示赞成 那个外资进来 我们也让他进来啊 对啦对啦 我是说保留 我没有说你反对嘛 但是我现在想请教总裁的是说 总裁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千多亿了嘛 那这个长期性的趋势你看是怎么样 还是都是维持在这个水准 还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 刚才我在报告的时候 可能蔡委员还没有来 其中哦 有44.3% 也就是1124亿 是外汁进来台湾 这个我都知道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只要告诉我长期的趋势 他是会维持在这个水准啦 还是要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当然这跟总裁我们整体的这个中心 事实上这几个月就没有增加啦 而且像蔡委员报告呢 亚洲除了中国大陆 除外的权力以外 亚洲国家的中央洋 这几个月都在减少 我看这个是趋势啦 至少是短期啦 但是总裁大概也很清楚 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政策 很可能都会影响你的外汇存地啦 正在考虑中 比如说这个国外的 境外所得的课税 如果开始课税的时候 大概有很多的资金会会回回啦 那接外所得课税 租金会会回吗 我说很可能会回 现在很多的资金留在国外 是因为境外所得是不课税的啦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这个 那我这样跟蔡委员请教 对对对 你让我讲完嘛 你让我讲完 那个遗产税 遗产税如果再降的话 这有一定程度 这个在国外的资金会回到回来啦 那我现在讲就是说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啦 那将来在其他的政策上 如果他引发这个外汇再持续进来 总裁你现在已经有2500亿要管啦 那将来有更多的钱 你会想办法说 你有办法处理这么多的外汇存地 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像美国他就不需要担心外汇存地 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因为美国没有什么外汇存地 那么我们的中央洋 除了要维持物价的稳定 因为传统的中央洋的功能之外 还要去注意这些问题 所以中央洋的也尽量的 那么在网络新进人才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先至我要投资 我个人的投资相当多的时间 在这个资产的管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 就是说将来怎么样 有效的运用或者有效的管理 这些外汇出费 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多 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 内部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外汇存地能够藏户移民 要让老百姓去投资 对我觉得这样很多的政策的配合啦 那同时 有很多政策的方向 其实我们不能为了外汇的问题 而不让这些政策 应该走的政策 而发生词言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考虑 只是说 在这种有可能将来存底 会继续成长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要去做准备 将来面对这么大的存底 要怎么样管理的问题 那最后 倒也不是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办法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央银行的这个业务报告里面 有这个经济金融情势的这个评估嘛 那这个是中央银行的中间经济情势评估啦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总裁就是说 您的经济情势评估跟经济会的 有没有什么差异 或者是一样 我们的 我们有的预测是跟它不尽相同 我们的物价 经济成长力 跟它 因为经济会它是一个target 那主题是一个预测 那中央银行也是预测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做相关政策的时候 是用哪一个呢 那我们只要 老白说用我们自己的 对 就是你中央银行的政策 用中央银行的 那经济会的政策 用经济会的 不是 经济会它是一个target 目标 那我们中央银行会 自己预测 那我们做政策的领定 执行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模型 我们自己去乱出来 一个东西出来 对 那如果说 这个国家整体的政策的时候 你要用哪一个呢 那国家整体的政策 当然中央银行是在 整个政府架构里面的一个成分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 中央银行政会的一个目标 我是觉得啦 政策是一件事情 但是这基本的经济的 这个指数 或者是经济的预期 我觉得重要的国家的机构 还是要想办法 把它弄成一致 不要有太大的差别 谢谢